大家好,我是Micky 上星期,美國聯儲局放緩加息部分 而香港大型銀行未有跟隨加息 加上今個星期,與內地直接全面通關 都進一步增加市民的入市意欲 令到一二手市場的氣氛都頗好 今集我們就來到馬鞍山區 因為其實自從在去年12月 市況逐步回暖之後 馬鞍山的二手交投都頗活躍 好像單單在二月頭五日 馬鞍山區的二手成交 已經有超過35宗 比起一月同期升超過一倍 究竟馬鞍山區有什麼吸引呢? 今集就會和大家看兩個屋苑、兩個放盤 看完之後,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說看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再提提大家,記得subscribe Yabba 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已經subscribe了,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當訂人數去到三萬的時候 我們會贈送禮品 大家多多支持啦 馬鞍山區是沙田新市鎮的擴展部分 由大水坑開始一直到烏溪沙一帶 由於東南面比倫馬鞍山交易公園 細北面就前臨沙田海和吐露港 遠望白仙嶺 而入到烏溪沙又臨近海星灣 所以馬鞍山區大部分屋苑 都肯有開揚的山水景致 是這區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 綜合代理的資料 馬鞍山區一月份 總共錄得大概134宗的二手買賣成交 比起12月大概107宗 按月增加了兩成半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烏溪沙的幾個樓盤 和附近的配套 大家都可以找回片來看 我本身就想找馬鞍山市中心的屋苑去看看 不過雖然放盤量多 但鑰匙盤就不是很多 而且都買得快 所以最後我們就向前 去到恆安和大水坑那邊看看 解個和大家參觀的屋苑 是由長實發展的天與海 可以在恆安站落車 經A出口走過去 沿路不需要過馬路 部份的路段是恆安隧道 亦會經過西沙路寵物公園 行約7至8分鐘就到 天與海在2011年入房 樓齡大約12年 六座的分層大廈和14棟洋房 合共提供1143個單位 整個屋苑的佈局都頗特別 又別於一般愈多望海單位愈好的設計 分層大廈向著寶泰街方向以V型的方式圍著中間五層高的會所 至於陽房的擺位就是近著西沙路大型回旋處那邊 會面壁望著自家屋苑的樓景 所以整個屋苑就只有第一、二和三座 可以看到相對開潤的海景 天與海全部都是3、4房的大單位 使用面積由665呎至1433呎 當中4房單位佔總火數大約1乘2 分層大廈再細分了AB兩翼 而公家走廊離好雙年 每邊有4房 各自有兩部電梯 我們參觀的是3A站一個極高層的B室單位 屬於屋苑少數的4房一套年儲物室間隔 始終4房單位的成交都相對少 業主亦由緣先叫價1600萬 減價大概6%去到1500萬 赤價大概是15700多元 同時都以29000元去放租 進來會先經過一間儲物房 另外再向前走就是客廁 這個客廁只是有廁所的功能 它是不能洗澡的 因為就算看進去 裡面的裝潢也不會很簡單 也會配備了膠樓標準時有的水晶燈 住物房的面積不大 大約只放到一張單人床 沒有窗 而且牆上有配電箱 所以我就覺得不太適合來組工人房 來到客廳的位置都看到有些角位 不過一轉過來 其實這裏是非常闊落和試鎮 都挺好擺東西 另一個賣點就是望著外面的海景 單位是向西北的 望出去就可以看到白石角 另外就是遠望到大埔觀音像那邊 業主在2010年的時候 以9885萬買入這個單位 之後一直放租 整體都保養得不錯 如果不介意原裝設計的話 簡單裝修一下就可以入住了 轉去看看廚房 來到廚房 這裏比客飯廳三千八個好多 就是乘以類似梯形的布局 所以在廚櫃上面 看到原裝設計都是要度身頂造的 雖然就做了兩邊廚櫃 但幸好廚房本身空間大 加上外接了一個望到少少海景的工作平台 所以就算不規則 也不會感覺很迫業 不過始終有近年期 廚櫃都見到一些歲月的痕跡 因為單位都同時放租 所以業主都有留下洗衣機 微波爐和雪櫃 這個單位屬於四房一套的間隔 不過不是所有房都分佈在走廊 其中一間房就是在客飯廳這邊有 那我們進去看看 其實進來都可以理解 為何發展商會這樣開織 因為他都想每一間房都可以看到海景 不過因為房間在這棟大廈的布局上 就是凹了進去 所以其實這間房也會有少少的暗 另外三間房分佈在走廊 不過單位比較特別的 就是走廊不是在客飯廳中間 而是在客廳最微的位置 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好的位置就是三間房就相對靜很多 因為他們自成一個 不好的位置就是出入時會阻礙看電視的人 不過照常理就不會時時刻刻都走出走入 影響都有限 我們先看看客廳 這一間就有浴缸可以沖涼 同樣裝上了水晶燈 整個感覺都很有二千年代的出品 一大塊鏡 木櫃 毛巾架等等 因為沒有做到鏡櫃 所以收納空間就比較少 所有使用品都要擺出來 桌面可能會亂一點 下次對面就是走廊中的第一間客房 在走廊的三間房都做到 跟客廳是同樣的 所以看的景觀就開揚很多 而且對比客廳的房間就光猛很多 但進來後面積就跟剛才客廳的房間差不多 大概放了一張單人床 還有一個衣櫃或書桌 對比客飯廳 三間客廳都是偏小的 而且窗台很深 如果上間房有多點位 都可以考慮將床放上窗台 並排的另一間小房 開織都差不多 兩間房和主人套房的長身 都不是結構場 如果用不完三間房 都可以考慮打通長身來重新規劃 來到主人套房就大一點 如果在這裏放雙人床 不貼近窗台的話 都可以做到三邊廊床 另外這裏都已經預留了衣櫃位 所以這裏的走動空間都算是挺多 兔子設有細窗 空氣都會被另外兩個客廳流通 這個廁所的收納量就更加少 而且有很多鏡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因為浴室濕氣都比較重 鏡屋容易氧化 要保養得很好才可以 如果以現在業主的叫價來計算 由於12萬至1920萬的住宅物業 只能借到最高八成的按揭 貸款的上限是960萬 所以假設還款年期是30年 息率3.125厘 這個單位每個月就要供款42,046元 月入要近9萬元才可以通過壓力測試 但單位要找到人承接難免會難些 根據土地註冊處的資料 我遠對上一次同類成交 已經要數到去年5月 同座同署一個中層單位 以1350萬億手 赤價大概14000多元 對比回今次這個高層單位 加上現在市況是好些 業主叫價是高出1成1 參考銀行股價 除了中銀股道價之外 其餘三間銀行都是股低些 同業主開價相差1.7% 股價不足的幅度不算大 不過如果最後以現在的叫價成功逆手 單位在近13年間 只升值了5.2% 跑輸同期樓價近8.3%的升幅 租務情況又怎樣呢 對上一次有四房租本租出是在去年7月 同樣是同座同署的中層單位 月租29000元 同業主現在的開價差不多 而參考28house的網站 分層四房單位 月租都是叫28000多至29000元 假設以29000元成功租出 以業主當年的買入價985萬來計算 租金回報率高達3.5厘 比一般大單位的租金水平都要高 相對於四房單位 三房戶型的成交就活躍一些 整體來說由12月到2月份左右 都大約有10宗成交 三房二月份都有2宗成交 始終如果一些人會選 我們恆安站的客戶 通常是以新為主的 如果馬安山站那些 相對來說樓就會夠一點點 相對如果你說選擇天躍海的客戶 就是換樓客為主的 代理就說 屋苑現在有大約50多個放盤 三房有30多間 最便宜780萬就有交易 過千萬都有 但一般都是在800多至900萬的範圍上落 赤價由大約11000多元 至到16000多元不等 這個價錢 如果對比烏溪沙樓寧接近的屋苑 都是低一點的 參考近期的成交 差不多尺數的單位 在烏溪沙要貴多200多300萬 最主要的原因是屋苑下面就是港鐵站 比起天躍海 以至附近的屋苑都相對方便 現在天躍海分層單位的管理費是每呎200 我們就進不去匯索 給大家看 除了航拍看到戶外泳池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油泳池 也有多用途運動室 健身室 燃會廳等等的設施 另外屋苑是可以養寵物的 附近的寵物公園就適合他們玩了 至於車位方面 屋苑提供409個私家車車位 每座都可以直達到地庫停車場 不需要同業主租 現在的租金大約是3300元 如果沒有開車 又不想走去地鐵站的話 在屋苑對出都有不少巴士小巴 往返港舊新界 相對於馬鞍山市中心 這一帶的確是沒有什麼配套可言 不過就靜點 人流沒有那麼多 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商場 其實在2018年才開幕 樓高6層 有大約10間的食股 個人護理用品店 和大型的超級市場等等 都可以滿足到日常喜居生活 但如果要買菜煮飯 又或者想要多些食股和救物選擇 就要去恆安又或者新港城那一邊 廣告時間 如果想看Premium物業 就馬上downloadSquarefoot的APP 一定會找到你們的深水樓盤和資訊 我覺得馬鞍山區其中一個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一定是這條海濱長浪 非常之舒服 原來都見到不少人做運動跑步 我們就試一下沿著這條海濱長浪 走去我們第二個參觀的屋苑 就是南岸 根據Google Mac 大概需要走7至8分鐘左右 如果不走 都可以搭前一個站 去到大水坑站下車 其實在去年5月 冬鐵線過海段通車前後 馬鞍山區的一體樓量和二手成交都有增加 因為只要搭團馬線去到大圍站轉車 再搭多4個站就已經過了海了 去到灣仔會展站 之後就是金鐘站 都比以前方便了 如果由大水坑站走過去南岸 同樣需要7至8分鐘 附近都有巴士和小巴站 沿路會經過錦泰商場 裏面的店舖就會再民生一些 又有郵政局和不少食肆 另外在商場旁邊就有個街市 在民生配套上會比天與海方便 南岸同樣由詳實發展 不過就比天與海舊少少 2007年入伙 近16年的紐寧 屋苑由六座物業組成 以U型報告面向零泰路 所以大部份單位都可以享有不同程度的海景 總共1025個單位 涵蓋兩房至四房戶型 其中兩房上車單位就佔總貨數大概四分一 多些選擇選 初初以為都是詳實的出品 兩個屋苑的設計和佈局會差不多 但入到南岸感覺又有些不同 有些度假感覺沒有那麼沉穩 這裡每座標準樓層一層有6至7伙 以放盤單位的第一座為例 六個單位圍著電梯大堂 共用三部電梯 我們看的是C室 位於低層 屬於三房連儲物室間隔 業主現在的叫價是1050萬 尺價大概是13000多元 同樣都放租價 叫租24000元 第一次進來就先是廚房 本來這裡是緊廚 但業主將它打通了變成開放式廚房 不過我覺得也有個好處 因為本來廚房其實也有些三尖八角 做了開放式廚房之後 感覺空間比較健康 至少都可以做多一些工作台面 以及收納櫃來儲物 都還蠻新的 就這樣看一些配件裝置 我想業主都應該蠻喜歡煮食或者現客 不過他就沒有留下雪櫃和洗衣機 合飯廳乘以直長形的佈局 兩面的空間比例都差不多 業主就在飯廳那邊做了一個大的漁缸 其實看到業主都做了很多個人化的裝修 所以都好看買家究竟是否喜歡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是換言之都要預留一份裝修費 要全拆這個單位 單位有很多玻璃幕牆和窗 好處當然是視野更加往闊 雖然第一座是最林海 但因為這處在大廈佈局上面 是套在後排的 較上圍住低層 所以都是以望樓景和內圓為主 私隱度就差一點 要走到客廳那邊 才可以遠望到海景 就是因為它這一邊就是玻璃幕牆 另外這一邊就是通往露台的位置 所以如果梳化放在這一邊的話 其實就好難在這一邊就放到電視機櫃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做一個free stand的電視機 在這個位置 它就可以因應著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旋轉到電視 另外也不需要遮蓋到外面的景色 南岸總共有三款的山房開席 分別是純山房 山房一套 和山房套連住密室 這間屬於一年儲物室的一款 這裏就有一幅特色的磚仔牆 其實就隱藏了兩道門 第一道門就是這裏 這裏進去 其實裏面就是儲物房 裏面是有窗 所以其實用來轉做工人房都可以 另外再向前走的另一道門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進去期限的兩間房 為何我會說兩間房呢 是因為業主將兩間客房打通了 變成一間大房 改了做堂門 看一些設計布置 之前似是小朋友房 房間就做了兩級升高地台 所以可以收大量的物件 這間房和主人套房 都是以望自家樓景為主 客房對面就是黑漆 整個設計都比較深色 因為沒有窗 所以感覺都會漲暗一點 這裏就是企缸來的 看到一個花灑裝置 業主都應該挺懂得享受生活的 這間就是主人套房 看到它都做了兩級的地台 我們進去看看 它是追到窗台那邊 所以整體的感覺就非常闊落 不過因為有兩級的地台都比較高 所以就好看個人喜不喜歡 房間以衣櫃來去修飾角位 比較欣賞的就是有兩邊窗做到對流 最後我們看套廁 保留所浴缸的設計 套廁有窗有利通風 單位現在的叫價是1050萬 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計算 由於樓價1000萬至1125萬的住宅物業 只可以借到最高八成按揭 貸款額上限是900萬 所以首期需要支付210萬 假設還款年期和息率不變 賣家就要月供近3萬7千元 要通過壓力測試 就需要有7萬8千多元 不過其實參考土地註冊處 近期同類型的成交 業主的叫價是高出1成9的 剛剛過去的星期三 錄了一個755呎的高層單位 同樣是三房一套連住密室 向西直望海景 景觀相對優勝 就以880萬逆手 設價11600多元 再參考銀行股價 全部都估不到 同業主開價相差大概6%至7% 業主在2019年的時候 以970萬買任這個單位 就算最後成功以1050萬賣出 賬面都只是賺了大概8.2% 不過都叫做跑贏大肆同期 大約1成半的跌幅 南韓的成交都挺活躍的 參考28House的數據 由11月至1月期間 就有大約10宗的交易 而2月頭10日就已經有大約4宗的成交 代理就說現在市場上有大約50多個放盤 而三房單位最多 叫價在大約800萬上落 而兩房單位就是大約700萬起步 如果你說客人想找一些低水 或者是赤價比較便宜 或者是一些急酒的盤 現在相對說會少了很多 現在我們看著 廖恆安站和大翔恆站的位置 大約赤價是14000至15000元 如果說馬安山站 譬如新港城為例 那些300多尺的小單位 大約它的赤價 平均來說是15000至16000元 至於租務方面 參考28House的網站 南韓叫租由兩房15000元起步 去到四房單位大概5萬元都有 其中三房叫租22000至24500元 參觀的放盤單位 現在叫租24000元都貼近著時價 假設最喜歡這個價錢租出 以買入價970萬元去計 造金回報率有2.9厘 供貨一般大單位的租金水平 南韓的會所設施 和天與海差不多 都是有戶外和室內游泳池 健身室等等 管理費每呎大概2.5元 不過這個屋苑就是不可以養寵物的 賣客和租客都要留意 另外南韓的車位就只有135個 車位比例不高 所以月租都要大概4500元至5500元 不知道有沒有看影片的團友住在這裏呢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現在屋苑的情況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和share啦 我們下次見 就喜歡看影片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不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